千利伟丁手中右二今举行记者会表态参选下届台北市长行政院前院长张善政左二毛治国右一劳动部前部长陈雄文左一到场表支持记者王腾一摄影分享 国民党积极布局明年县市长选战千利伟丁手中今天表态上午在台湾金融研训院举办参选台北市长说明会宣布正式参选争取党内提名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到场力挺将担任市政顾问团中的智慧城市顾问 这次也是丁手中第五度投入台北市长选战张善政员是外界看好的台北市长人选之一 请他披上战袍呼声不断替丁站台意味他不会投入明年台北市长选战 对此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 他非常清楚把市政做好就是最好的竞选连任准备 不用管别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 丁手中从政已于20年 他从1994年起四度争取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提名 分别于1994年队上前市长黄大洲 1998年队上前市长马英九 2006年队上前市长郝龙斌 2014队上中央委员连胜文 但四次都败阵 丁手中说拼台北骄傲是此次竞选主轴 与张善政没特别私交 向张请议后张愿意担任智慧城市总顾问 丁手中除邀及张善政另有陈雄文 毛治国 冯彦 叶金川等同组市政顾问团 分别领衔智慧城市市政建设 大众运输 市会福利 以及医疗公卫政策等领域为台北市政把脉 丁手中说台北市的长期衰退与经济停滞 滴心果足不前导致台北市九成以上的年轻人 都对未来感到悲观 丁手中今天在演讲中也提出首播证件 包括创新创业方面主张权力招商影子不反商 为市府带入时间成本概念提增效率 将台北变成青年实现梦想的孵化器 让台北作为智慧城市发展的平台